好 最新消息 現在俄烏戰爭打到現在 現在有烏克蘭的檢察總長 他最新出面指控了 他說 截至到目前為止 這場戰爭已經奪去了121條兒童的性命 而且他還說 現在俄羅斯軍隊包圍馬利波 這不只是戰爭了 他控訴 俄軍已經是要滅族 構成所謂的種族滅絕 而且這名烏克蘭的檢察總長他還說 他說馬利波現在就像是人質一樣 缺糧 缺水 缺電 而且烏克蘭軍隊沒有辦法靠近給予援助 好 這是剛剛來自烏克蘭的最新消息 另外外界就在想 有沒有可能 比如說派出一些違和的人員進去烏克蘭呢 俄羅斯的外交部長拉夫羅夫 他最新表示 他說如果北約敢向烏克蘭派遣違和人員進入烏克蘭的話 將會導致俄羅斯跟北約武裝力量之間直接衝突 很有可能會直接來跟北約開戰了 好 看得出來俄羅斯現在也是在警告 北約不准派違和人員進去烏克蘭 好 那目前為止呢 這場戰爭唯一要指戰的方式 有可能就是要必須達到和談 但目前雙方沒有共識到底是誰的問題呢 俄羅斯的外交部發言人最新他表示了 他說為什麼基輔到現在都沒有辦法達成一個共識 因為基輔根本不是自己在進行談判的 而是遵照美國的方法指導 換句話說 現在俄羅斯說 都是美國在背後下指導旗 所以烏克蘭沒有辦法自己去來談判 都是按照美國的方式在談判的 這是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可以說是媽媽料理的百搭神器 煮湯啊 吃火鍋啊 加上一條啊 湯頭都超鮮美 現在也歡迎大家來上快點購訂購 馬上就能夠擁有五星的食材 五星的口感的總統級的享受喔